台北捷运内湖县的湖州站 其实受到地震的影响 在捷运里头也传出瓷砖有剥落的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肖湘宇 好主观众 其实我看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6.4的 规模的地震之后呢 其实我可以看到在台北的灾情虽然比较少 可是呢在台北捷运的文湖县 还是有传出说有这个瓷砖剥落的情况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大楼的楼面上 也就是在这个捷运的主结构的部分呢 已经发现到上层的地方 有多片的瓷砖都往下掉 而目前呢整个捷运公司 已经紧急拉起了封锁线 就是怕有民众经过的时候 会被这些瓷砖给砸个正着 但是呢刚上午之前台北捷运也特别出面 他们表示说这样子的瓷砖掉的情形 跟今天的地震并没有关联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的时候 在东湖站那边有像这样子的瓷砖掉落的状况 所以特别今天来做一个检修 而目前看出来呢 还是有一些瓷砖有剥落的状况 但目前台北捷运说 他们现在已经赶快请工程师 过来把这个瓷砖给维护好 就怕今天等一下下班时间的时候 会有更多尖锋的这个旅客 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顾虑 先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我们看到了 这是在内湖县的捷运站 那么受到地震的影响呢 还出现了有瓷砖剥落的情话 我们看到这些运人员也表示 他们会尽快处理 这是目前最新的消息